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8点多 在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下 先到将军澳南风广场一间酒楼饮早茶 同行家还有文政及清廉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酒楼原定早早7点开门营业 但职员就说客满 部分的茶客未能够进去 夏宝龙抵达后大约15分钟 有部分茶客获准进去 消息说夏宝龙在商访和区业会 和地区组织的代表交流 现场有大约10台茶客 夏宝龙抵达后大约一个半钟之后离开 并且向在场的传媒挥手 他之后转到将军澳政府综合大楼 回敬西共区区议员 他了解区议员会上会抽签发现 分享地区治理的看法 夏宝龙也会发现 无线电视记者 现在见到 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 新冠病毒数字近两个礼拜不断上升 流感病毒活跃程度也有上升趋势 暂时仍然未见顶 提醒市民提高警告 如果我们看新冠的数据 由12月中开始 我们看到慢慢慢慢开始上 到我们的圣诞节新年的时候 都高了很多 好像开始平稳了之后 就快到农历年 我们又看到那些数字开始上 大家最近也都看到的 最新的一周的数据 新冠病毒的升幅 是大概都成六成 现在我们天气又寒忽暖 也都是很潮湿 这个病毒的周围存 是会那个机会更大一点 所以要保持个人卫生 在多人的地方要戴口罩 而未打针的去打针 政府早前宣布 扩大医疗圈在内地的使用范围 给长者去到指定医疗机构看牙医 由深圳的指定机构说 短短几日已经收到不少查询 本港牙医学会就说 恢复正常通关之后 部分牙医生意额大跌 担心新措施会加剧市场竞争 67岁的陈宏杰 去年因为咬崩牙要去看牙医 但是查询价钱之后 发现费用要12000至18000元 于是考虑去内地看牙 香港牙医学会表示 本港和内地恢复正常通关之后 部分牙医生意额下跌两至三成 纯粹以价钱相比 当然里面的硬件成本 甚至乎培训的成本 都比香港低很多 现在再不是一个跨区的竞争 我觉得我们应该定性为一个直接的竞争 根据立法会文件 2022年医疗券申请金额达到25亿多 其中牙医占超过3.4亿 陈超瑜认为 本地牙医人手已经足以应付需求 不需要鼓励市民不上 香港这些病人可能忍受的能力甚高 可能要痛三次才会找医生去看 可能痛第一次就Panidol搞定 痛两次就打妈吃 这种种的需求是会影响到 整体的数字的比率 你需求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你的供应自然相应不会那么多 否则就失去了平衡 不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 在2021年每1000个人口里面 美国有0.6个牙医 英国有0.52个牙医 但是香港就只有0.37个牙医 数字这么低这么少 物以罕为贵 你提供服务的时候 自然的价格有机会拉高了 你作为一个长者 他们有什么选择呢 很自然的其中一个 他们就会向外求 他认为容许长者在大湾区内地城市 用医疗劝体牙 能够短期舒缓需求 长远就应该考虑筹办第二所牙医学院 长远增加牙医人手 无线电视记者李永彤报导 屯门公路近深井 有承巴和两部工程车箱撞 10个人受伤 包括承巴司机和两个工程车司机 其中一个受伤工程车司机一度被困 要由消防员救出 工程车车头就撞到粒陷 涉事承巴挡风玻璃破裂 车头损毁严重 承巴女司机左边膝头受伤 包折后坐在车上面 部份乘客在车上面接受救援人员职场致理 另有乘客披上无尖 在路边等候救援 有受伤乘客说 意外发生的时候 巴士车速不快 警方凌晨三点几节目 那辆通宵N96二线承巴 由铜锣湾摩顿台开到屯门龙门居 驶至屯门公路近深井的时候 怀疑收阶不及 撞向慢洗中一辆工程车 工程车再撞向前面另一辆 亦都是慢洗的工程车 事故中乘巴司机和两个工程车司机 以及七个巴士乘客受轻伤 分别送到人制医院和屯门医院治理 无线电视记者蓝豪杰报道 休息回到其他消息 稍后见 欢迎订阅新闻时间 被列为今年盛事经济活动之一的 国际时装品牌 Dior香港蓝装时装展 原定在下个月举行 政府说收到通知将会延期 去年另外一个品牌 在尖沙咀星光大道举行的时装展 吸引不少人参加和关注 根据政府组成的资料 另外一个时装品牌 Dior香港蓝装时装展 原定在下个月23日举行 据识会在启德邮轮码头进行 但政府最新确认将会延期 未有交代原因 强调大型活动延期时有发生 资料显示 今次时装展 不涉及文化艺术城市基金制作 市民今天元宵战坐港铁半价 市民凭巴达通坐港铁 轻铁和港铁巴士 或者以二维码坐港铁重铁网络 包括来往罗湖站 以及洛马州站的车程 可以肯有半价 长者2元搭车优惠 变1元优惠 优惠可以同转成优惠 全月通连接车程 七五折等优惠同时使用 但不适用于东铁线头等 机场快线和港铁接驳巴士 用感应式信用卡或者扣账卡给钱的乘客 也无法享用一围 六条港铁路线 包括港岛线、传湾线和观塘线等将会加密单次 一共增加大约370万尺 成功破解电脑数学难题 就可以获得比特币作奖励 有分析指每4年出现一次奖励减半的情况 每次都会引发一轮比特币价格升浪 市场普遍认为新一次减半将会在今年4月发生 今次的效应会有多大呢 投资比特币已经有6年的蔡家文 他表示自2009年比特币诞生 多年来一共发生过3次奖励减半 对比特币的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刺激作用 所以减半效应是投资比特币 其中一个值得留意的因素 我们预期大约12至18个月 就会看到市场的顶部 即是25年的第三个季度左右 因为这个pattern在以往三次都很成功 看到它会出现这个大升市 看回市场供需 可能未必会一减完半 市场就会立即反映到这个因素出来 看回过去三次比特币出现奖励减半之后 大约一年至年半 就会达到每次升浪的高位 较减半之前 价格普遍有倍数的升幅 但是月后期出现的减半 比特币价格的升幅有持续收窄的趋势 你会看到这三次 我们看回比较 市值是越来越大的 当一个资产市值越来越大的时候 波动和波幅都会相对地小 我们预期它的幅度会越来越小 但是今次我想市场普遍 都会估大约是三至四倍升幅 即是目标界都是10万美元流上 一粒比特币 无线电视记者林熙华报导 各位至最新消息 一手座有12人的山东直渔船 凌晨在东海海域沉没 四个人获救 仍然有人失踪 我们转看下 不少华人移民海外之后 都想回去股康看下 有美籍华人就透过沉根公司 为长辈冤望 一个久违的涌舖 品尝家乡的味道 现年88岁 在美国出世的黄耀街 去年年底和三十几个亲戚 回去故乡台山 部分人更加是首次回乡下 黄耀街的小子 通过他有份投资的沉根公司 策略今次的行程 沉根公司会就客户提供的资料 派出研究团队、学者 到村落搜集资料、口述历史等 基础费用是800至1000美元 沉根业务在海外并不罕见 外国就有相关网站 用户输入姓名 就能够查阅不同的家族市 和家族成员的出生死亡记录等 也都有提供基因检测服务 内地2018年起 也都开始流行以基因检测 追踪祖先的足跡 邦·布萊恩沉根的公司 近年就积极建立数码族谱资料库 有历史学者认为 移民越远越耐的家庭 保留的传统越多 沉根的动力也都越大 香港曾经在这个大趋势里面 扮演重要角色 在大概一个世纪之前 东华医院有一种服务 就是原籍安葬 那些华工 我们俗称卖猪仔 去了其他地方 北美、南美、澳洲 他百年过世之后 那怎样呢 很多想落叶归近回去安葬 这个整个服务的过程 香港就是一个主要的角色 柳志鹏说 香港会最来自世界各地 内地各省的人 联系内地和国际的优势 无可取替 未来可以继续扮演 联系人的角色 帮助更多海外华人家庭 回内地沉根 武线电视记者叶子华报导 内地推出多项活动促进消费 其中横跨农历新年的 全国网上年货战 一个月内零售金额 高达12000亿人民币 农历新年不少人都会按 传统添置新衣物和家居用品 商务部也都趁这个传统消费旺季 推出为期一个月的 全国网上年货战 年初八结束 商务部最新公布 活动期间电商平台 相关的监测数据显示 全国网络零售额 约12000亿人民币 对比去年 每日平均增长近9% 家电类产品方面 节能中央冷气教授欢迎 销售额按年上升2.6倍 具有中国元素的服饰 也是今次活动主角之一 唐庄同国潮首饰销售额 按年增长两倍以上 商务部说 看好首季度消费市场 将呈现平均增长趋势 又说会同步做好 各项促进消费政策措施 推动消费持续扩大 商务部早前公布 将2024年定为消费促进年 一年内举办12场重点活动 无线利时记者叶子华报导 大家好 我是黄永奇 先看看一节最新新星 有23年历史的新星旅游结业 截至礼拜五 女监局一共接获140宗的查询 或者求助个案 而涉及外游旅客所支付的团本 大约是36万 全体下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第三日在香港考察 早上去到张军澳一间酒楼饮早茶 每日之后去到张军澳政府 综合大楼会见西贡区区议员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早上8点多 在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下 先到张军澳南风广场一间酒楼饮早茶 同行家还有文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酒楼原定早上7点开门营业 但职员就说客满 部分的茶客未能进去 夏宝龙抵达后大约15分钟 有部分茶客获准进去 消息说夏宝龙在商访 与区业会和地区组织的代表交流 现场有大约10台茶客 夏宝龙抵达后大约一个半钟之后离开 并且向在场的传媒挥手 他之后转到张军澳政府综合大楼 背景西共区区议员 他了解区议员会上会抽签发现 分享地区治理的看法 夏宝龙也会发现 无线电视记者现在欣贴到 陪同夏宝龙落区的文政局局长麦美娟 夏宝龙和三会以及关外队饮早茶 了解他们的工作 又去到区议会订取区议员会报 如何去开展工作 在开展工作方面 有区议员讲到他们在处理个案时的一些故事 如何去处理一些特别有趣的个案 又或者一些特别困难的个案 也都面具一些地区的问题 例如如何去和我们政府部门一起联系 去克服匯报的过程 在会议里面 都见到很多区议员会拥有个匯报 而主任也是很认真地去探取我们的匯报 也都会肯定各位区议员的工作 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说 新冠和流感病毒活跃程度有上升趋势 暂时仍然未见顶 提醒市民提高警告 根据卫生防护中心星期三公布的数据 新冠病毒的活跃程度 在过去一星期都呈上升 而流感亦都呈上升趋势 阳性比率上升至6.60% 较前一个星期的6.38%高 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 目前两种病毒在社区仍然活跃 暂时未见顶 好像开始平稳之后 就快到农历年 我们又看到那些数字开始上 大家最近也都看到的 最新的第一周的数据 新冠病毒的升幅是大概六成 现在我们天气又寒忽暖 亦都是很潮湿 这个病毒的周围传 是会那个机会更大一些的 对于长者医疗圈 扩大至大湾区七间医疗机构 包括深圳两间牙科机构使用 刘泽星相信可以令到大湾区养老的长者 更加安心 但是希望做到病力互通 数据为什么要过河 就是因为我们的人 我们的市民会过河 如果我们的数据可以互通的话 我们在这一方面认识整体 每一个病的流行率 或者是那些病人的流动 他们对药物的反应如何 都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香港目前有两间大学有医学院 科技大学计划筹建第三间医学院 刘泽星表示能性竞争是好事 但是港大医学院近日招聘都有困难 多一间医学院要考虑人手问题 母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曾经说 财政预算案咨询期 绝大部分意见都认为 不应该再推大幅度输困措施 有学者说应该等副房充裕的时候再派糖 但有基层组织不认同 财政预算案下星期公布 市民又想收到几大粒糖呢 绝称派糖的一次性纾困措施 近年较常有的 包括宽减税项 猜享 公屋免租 纵援 生果金出商量等等 亦都曾经派过 现金消费券 但是派糖的花费 曾经单次突破一千亿 去年减甜 会落至五百多亿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曾经说 咨询期间绝大部分意见 不需要再大幅派糖 因为经济有正增长 也都要顾及政府财政 不是说那么必要性的 甚至感尚天花性的那些 是否可以考虑在财政资源 紧住的时候 就是做少一点 两害取其兴 如果是继续要做的话 政府的财政 还有一步 为转换 最后要有人埋单 究竟是加费 加税 还是其他东西呢 猜享最主要是 政府一个主要的收入 因为如果是财政有盈余 那时候 跟市民共享 收少猜享 就可以了解 但是在政府财政 不是那么充裕的情况之下 那猜享是市民的 基本要是负担的 一个所谓的社会的责任 有协助基层的组织就认为 对部分环境困难的家庭 躺小一点都比不太好 食物是贵的 还有租都是 疫情之后 那些业主有些人开始加账 如果你真的计算过 真的这么紧的 那大家共度时间的 是不是所有人都共度时间呢 有时候政府不是的嘛 那么政府可能你高官 你又继续会有很高薪 然后你很多一些钱 又会花下去一些其他阶层的 那这个就是大家要去看 是真是我们是不是去到那个地步 是 施丽山建议派要派得精准 可以改为针对感向合资格的基层 一不过发放生活津贴 母亲历史记者 则绝问报道 南京市一栋住宅发生火警 最少15死44人受伤 初备调查相信 是住宅留层的面 停泊电单车位置起火人气 大火在星期五清晨近5点发生 现场是雨花台区明上西远一栋住宅 内地传媒报道 起火的大厦一共34层 有居民说火势由一楼一直销到三十几楼 当局出动8个消防救护站 25架消防车 130个救援人员到场抢救 大约一个小时后将火撲饰 救灾工作下午两点结束 大部分伤者因为吸入浓烟不释送丸 南京市政府凌晨召开记者会通报相关情况 对事故造成重大人命伤亡表示协议 向遇难者家属 受伤人员及亲属 表示深深的歉意 南京市政府说已经将受影响居民安置到五间宾馆 将会尽全力救治湘员 据报涉事小区之前已经发生过两次火警 包括19年的一次 上次是这一栋也烧了二多个人 但上次没死 初步调查相信是大厦一楼电单车停泊位置 首先起火引发 南京电视台曾经揭发涉事小区大厦的一楼 经常拍满电单车 但消防设备不足 引发居民担忧 无线电视记者何英桥报道 牙医学会说多了港人不想看牙 部分牙医生意额下跌两至三成 近日当局再公布进一步扩大医疗劝使用氛围 明言被长者跨境到深圳看牙 会怎样影响公投呢 欢迎收看时事当面看 虽然最快要到第三季才可以用医疗券 到大湾区指定医疗机构看牙医 但有位于深圳的机构就说 计划宣布了短短几日 已经多了不少长者查询 对本地市场会带来多大竞争呢 67岁的陈宏杰以前用右边牙吃饭时 经常都觉得酸痛 不过他一直都没有来到 右边我有个洞 所以我吃饭就算软 越想到就长时间我都是用左边去咬东西 可能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咬了大牙 因为未保牙之前 我不是完全不可以用我的右边来吃饭 现在去到左边都崩了出了问题之后 那时候就迫着要做 这个时候陈宏杰下定决心去看牙 不过在香港向两个牙医查询价钱 分别要12000元和18000元 他愈是考虑到内地看牙 第二间那间的牙科诊所 他叫WhatsApp给我的 问我那个治疗怎样 我直接很坦白回他 我说不好意思 我说我的价钱不是我能够负担得起 我自己始终都是退休的人士 能够在这些经费上拿出来的金钱也不多 所以我第一个考虑的就是金钱 问朋友在大陆的收费如何 他们跟我说都是几千元的范畴 所以我就选了上去大陆做 为了完成整个了情 陈宏杰足足去了深圳八次 虽然每次都要专门过关 但他觉得问题不大 我住在北区 所以坐两三个站 我就已经去到关口了 所以交通上面对我来说完全一样 反正都上去 可能每次我都和太太一起吃晚饭才下来 所以我去试一次 我就当上去走一趟深圳 当局星期一宣布容许合资格长者 在七间大湾区医疗机构用长者医疗圈 其中两间专门提供牙科服务都位于后岸旁边 当局讲到命是让长者可以跨境到深圳看牙 自开关以来都有很多香港人上来看牙 特别是基层的长者 整个湾区医疗融合是一个大的趋势 作为消费者 他们是选择他们觉得最好的服务 内地的医疗水平是提高得很快 特别是深圳 这几年是发展速度很快的 还有整体的监管体系是不断完善 现在每个月平均有大约一万个港人到他们旗下的医院和诊所看牙 其中大约三成是60岁或者以上的长者 陈炳基说他们的机构采用港式管理和诊疗 护士全部识广东话 而收费只是香港牙科诊所的一半 内地的成本架构和香港的成本架构都是差异比较大的 包括租金、物料和人工成本 医疗水平是否比较处理一些相对复杂的医疗水平 举例可能是杜瓦瓦根、尼洛月明呢 医疗服务都是主要根据指引去做 其实现在整体内地的医疗水平都是不断提高 由简单到复杂的我们觉得都是做得相当不错 虽然最快要到第三季才可以在他们的医院用医疗圈 但是陈炳基说计划宣布了短短几日 已经多了不少长者查询 不过他强调不会和本地的牙医造成竞争 我觉得最重要是做好病人的服务 香港的市场都是很庞大的 病人会有自己的选择 有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需求 在病人的角度 我们觉得最重要是服务质量 我们认为不会令香港市场有太大影响 因为整体的牙科需求都是大的 我想这个我们等于是给病人多一个选择 但是香港牙医学会就说 即使没有医疗圈之前 部分牙医已经反映开关之后生意额下跌了两至三成 纯粹以价值相比 当然里面的硬件成本 甚至乎培训的成本 都比香港低很多 融入大湾区的发展 这个是国家的一个政策 我们必然会面对一个直接的竞争 尤其是现在基建开始越来越好 交通方面越来越方便 现在再不是一个跨区的竞争 我觉得我们应该定性为一个直接的竞争 根据立法会文件 2022年医疗圈申领金额达到25亿多 其中牙医占的份额是第三多 超过3亿4千万 陈潮瑜认为 扩大长者医疗圈在内地的使用范围 便相鼓励香港长者北上体牙 不但有为医疗圈的政策原意 更加可能进一步影响本地牙医生意 他选指有部分是在口岸、关口 这个信息可能辐射出去 给其他的香港市民 有一个可能误解就是 原来政府都认证了国内的牙科服务的水平 如果是在其中抽离了差不多3亿的资金 从本地的本土经济体系抽离了出来 你说对本土经济的复苏 是有没有影响呢 我想要请教一些经济学家 共联会去年统计说 香港私营牙科服务 洗牙要由几百元到一千元 补牙收费可以高达二千元 中牙更加要近二万元起 而本港供应牙科皆证 每个星期就只有大约400个名额 但是陈超瑜认为 厌世牙医人手已经足以应付需求 不需要鼓励市民北上 但是香港可能我以前都有说过 可能这些病人可能忍受的能力甚高 可能他都要痛三次才会找医生去看 可能痛第一次就Panadol搞定 痛两次就打妈吃 这些种种的需求是会影响到整体的数字的比率 那你需求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你的供应自然不会相应不会那么多 如果不是就变成失了平衡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 在2021年美国每一千人就有大约0.6个牙医 英国每一千人也都有0.52个牙医 不过看回香港 注册牙医只有2,706个 换算即是每一千人只有0.37个牙医 比例是远远低过很多很现代化的城市 数字那么低那么少 物以罕为贵 提供服务的时候 自然那个价格有机会拉高了 你作为一个长者举例 你现在武功 他们有什么选择呢 很自然其中一个他们就向外求了 为了舒缓牙医人手短缺 去年施政报告提出修订牙医注册条例 以新途径引入非本地培训牙医 但陈凯恩相信审议和落实需时 容许长者在大湾区用医疗圈看牙 能够短期舒缓本港牙科服务需求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可以帮我们舒缓一下我们这个问题 因为你等多久才有输入到非本地牙医来到呢 或者我们要培训牙医都要六年 现在现成就有服务足够可以应付 我相信这个是其中 只会越来越增加多一些合资格的医疗机构 能够达到我们香港的要求 可以做到我们的长者医疗圈提供服务的单位 那只会越来越多的 但是你说可不可以完全依赖了呢 我又觉得不可以的 香港大学是现时唯一有提供牙医课程的大学 而为了解决牙医人手短缺 牙医学额由2008至09学年的50个 增加到现时的90个 但是陈海恩认为既然人手问题仍然未能解决 当局可以考虑筹办第二所牙科学院 西医体我们都有中大医学院 有港大医学院 比如中医我们都有浸大 有中大有港大 牙医既然这么缺乏 现在说到来去筹谋原来 可能十年后就真的 已经先有一间第二所牙医学院 去培训本地的牙医学生 我觉得这个全盘计划 政府的工作小组 现在有个牙科的工作小组 就真的要很认真去想一想 时时当面看 今集时间够了 再见